哈囉 大家好 今天呢 是想要來跟大家分享一款 很好穿的無缸圈內衣 就是我身上的這一件 因為懷孕的關係呢 身形會改變 加上會有脹奶的現象 所以我就把原本有缸圈的內衣 都換成無缸圈了 這樣穿起來比較舒服 比較不會有壓迫感 那我身上的這一件呢 真的超好穿的 第一個我想來分享它的顏色 它的顏色跟以往的內衣不太一樣 一般內衣可能都是深色性較多 那這一件它有出這樣子木蘭迪的配色 那我身上這個是灰色 補粉色 這個顏色也超美的 它穿起來就是很顯白 這邊呢 都是做這種彈性棉的材質 然後在接縫處的地方 有做坑條的設計 下方也有 所以其實你們穿起來 整個胸部的穩定性 跟支撐性是非常的好的 不怕說你的杯墊會有跑位 會有移位的現象 那像媽咪們可能到後期 就是要開始準備哺乳內衣 那這一件一樣是可以當哺乳內衣使用的哦 它正面的地方 這裡有做一個扣環 那使用很簡單 大家只要往後 然後往下拉 這樣子就輕鬆打開了 所以如果之後生完寶寶 想要哺乳的話 也是非常的方便哦 那這一款還有推出一個陳套的內褲 像我身上穿的這個就是灰色的 那另外呢 藕粉色也有 那它的材質也是做這樣彈性棉 然後穿起來我覺得很舒服 也很透氣 正面的地方 這裡有做一個交叉式的設計 所以當媽咪穿起來 你的肚子可能會陸續變大 那也不會有勒肚子 或是不舒服的現象 最後呢 就是要來分享我們一個很小 很貼心的一個小物 就是背扣 因為有些人會擔心說 我懷孕初期到後期 如果提醒不一樣的話 那內衣是不是就要淘汰了 那這邊有這個背扣 義魯店 因為伯爐媽咪最怕就是會有義魯的現象 所以你們可以把這個義魯店 放在內衣裡面 防止有義魯喔 那我今天的介紹就到這邊 掰掰